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 每年一到过年走春期间 水晶酒地区就会出现人车潮 虽然经过三年疫情 但这次地方都预估人车潮 渴望回复到疫情前的盛况 因此春节运输管制措施也陆续出炉 希望让游客来水晶酒地区游玩 可以一切顺利 因为今年最近人潮都有回复了 所以说今年势必可能会 疫情过后 今年的春节一定会有很多车子 那今年大概有问过 附近的商家跟在地的里长 今年的春节输运 那个车流量要回复到疫情以前 其实是可以期待的 那所以在店家跟游客 增多的状况之下 整个输运计划可能 刚刚在会上也要求各单位 包括我们交通局 包括我们各科研业者 那也包括我们分局这边的 整个一个交管的措施 都可能大家要严正以待 因为离奇服务处就表示 这三年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今年大概有问过 附近商家及在地里长 今年的春节运输 车流量要回复到以前 是可以期待的 因此各单位也不敢松懈 拟定各项运输计划 务求春节的交通可以顺畅 店家也可以好好迎接人潮 有对于需要配合的地方 大家来做一个协调 那预期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状况是 相关的这个在地业者 有反映说 其实人潮有回来 那可能今年会有一个新的挑战 人潮增加的部分 我们就是请分局跟 相关业者在 即时的这个人潮 跟管制计划发布的时候 来自先做好协调 做好输运 市府交通局表示 每年针对水晶酒地区 春节期间的运输计划会邀及各单位 包括瑞芳分局 客运业者及在地里长前来商讨 希望能够把九份在春节期间的交通 和人潮部分能够顺畅 今天各单位都充分交换意见 对于需要配合的地方 大家协调 今年预期人潮会比去年三年来增加 也盼各单位的管制运输计划 可以确保沟通 让游客玩得更顺畅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